其实啊 你就是逻辑思维能力差一点 以前遇到这种题目 一个答不出来 你以后可以试一下 自己去分析体感点描述 然后画出影像图 这样会方便分析 岚夏呢 她跟她妈妈 去国外旅游了 都出去玩了 书中自有黄金窝 还有没有不会的 这有 第五题啊 患者疾病可能的诊断是A 我们下期待的诊断 词者 说 我可以试试一下 我们下期待的诊断 我们下期待的诊断 是 访问 也是 我们下期待的诊断 这对 牛油果怎么卖 你怎么来了 十五两 特价 解题思路有问题 你这样会误导了万万 学长 虽然你成绩好 但是数学系和临床系 是有很大区别的 数学系的解题方法 并不一定适合解临床系 况且从小到大 我都是这么辅导卢瓦瓦的 殊途同归 你辅导功课 都是直接把答案写出来的 那你跟这事件 最后一页的参考答案 有什么区别 看来卢瓦瓦 这么多年成绩 没有提高的原因是找到了 看来他最近脾气 这么差的原因 我也是找到了 不如比一比 我来辅导卢瓦瓦 保证他期末 谷歌考试成绩比你高两分 我不可能 你冷静点 公平起见我让一步 我只做选择和判断题 你疯了 你不做答题了 我做答题教授打死你 不必让罚 我说了高两分就高两分 如果我没做到 我全年的奖学金都归你 好多钱呢 你开玩笑吧 你对我这么有信心吗 我对自己有信心 成交 你俩有没有人听我说话呀 任处学长 这里不让停车 参考学生也犯强 三号学生也撒谎 彼此彼此 して 家裡好久沒這麼熱鬧了 沒吃早飯吧 一起 坐呀 我吃飽了 蹭我尾巴了 抱歉 是你尾巴太長 孩子們 包子油條來了 趁熱吃 謝謝叔叔 客氣著啊 鍋裡還有 時間吃管購 我還能再努力一下 你怎麼在這兒啊 和我媽鬧了點矛盾 就沒去 你們倆這麼早來彎彎家做什麼 給彎彎補習 我和學長打了個賭 看誰的副導方式更好 打賭是有些幼稚 學長 我們握手銀河吧 賭約可以作廢 握手銀河 不現實 吃太飽容易犯困 吃個雞蛋補充蛋白質吧